蝴蝶的勇气 在城市郊外有一片小树林 那里是许多昆虫和鸟儿的家园 树林里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 蝴蝶和蜻蜓也在此翩翩起舞 由于这里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 许多人都会来这里散步运动 与大自然亲密的接触 小孩 我有点累了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好吧 不过你要讲故事给我听 好啊 讲什么故事呢 要讲个好听的故事 好 那我们就来说说梁山伯 和猪鹰台的故事吧 好啊 好啊 妈妈 你快讲吧 就这样 梁山伯和猪鹰台 变成了两只蝴蝶 一起在空中飞来飞去 好了 故事讲完了 这就是梁山伯和猪鹰台的故事 好好听哦 妈妈 你看 那两只蝴蝶 好漂亮啊 它们会不会是梁山伯和猪鹰台 变的呢 小孩 梁山伯和猪鹰台 只是个故事而已 既然它们不是梁山伯和猪鹰台 那我就去抓它们了 小孩 别跑太远啊 好的 我知道 蝴蝶别跑 我来抓你们了 该死 飞得还真快 嘿 它们停下来了 好机会 小男孩捏手捏脚的 朝停在草叶上的蝴蝶靠近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两只蝴蝶似乎察觉到了危险 一下子又飞了起来 考验 只差一点点 今天我非抓到你们不可 你想个办法才行 小男孩发现不远处 有一根带着树叶的树枝 于是便捡了起来 朝着蝴蝶不停地挥舞 想将它们从空中打下来 咦 有办法了 我看你们还能得意多久 那两只蝴蝶灵巧地闪躲着 可是小男孩挥舞树枝的速度 越来越快 其中一只蝴蝶不小心被打中了 跌落在路面上的水坑旁 好啊 我就不信打不到你们 太好了 打中了 打中了 另一只蝴蝶见自己的同伴被击落后 并没有飞走 而是朝瘦中的同伴飞去 并停留在他身旁 似乎是想要帮他 看能不能再次飞起 此时 小男孩走向了那两只蝴蝶 他想要将它们抓住 然而 就在他快要接近时 那只健康的蝴蝶忽然飞了起来 朝他蝴蝶 朝他脸上撞去 咦 想跑吗 哦 这只蝴蝶在干什么 小海 快过来 我们该回家了 哦 妈妈 我这就过去了 小男孩离开后 空中的蝴蝶又再一次飞到那只 瘦伤的蝴蝶身旁 一直守在那里 这时候 来树林里散步的王先生 正巧走到这里 他看见前面的路中央有个水坑 于是便改变方向 想要从水坑旁绕过去 然而 就在王先生 接近水坑旁时 他突然遭到袭击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攻击他的竟是一只蝴蝶 哼 这只蝴蝶可真有趣 竟然会飞到我的身上 可是当王先生想继续前进时 那只蝴蝶再一次发动了攻击 王先生受到了四五次的攻击后 感到非常震惊 这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只小小的蝴蝶怎么会攻击人类呢 蝴蝶的攻击不足以让王先生受伤 反倒让他觉得很好玩 于是他又试探性地向前跨了一步 而那只蝴蝶再一次向他俯冲过来 用头和身体撞击他的胸膛 使尽全部力量 一遍又一遍地冲撞他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这只蝴蝶是在守护什么吗 碰上蝴蝶的反复袭击 人总是会感到很奇怪 于是王先生怀着好奇心 退后了好几步 他想仔细观察一下情形 当王先生后退几步后 他看到那只蝴蝶 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 就在这时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只蝴蝶要袭击他了 啊 原来如此啊 原来他是在保护自己的伴侣啊 为了不让自己的伴侣被人踩到 他竟然无所惧怕 且义无反顾地 朝强大的人类发动攻击 他是在替他的伴侣 尽可能多争取一些 生命的珍贵时光啊 王先生了解了那只蝴蝶 战斗的原因和目的后 便小心翼翼地绕过水坑 到小路的另一边 完全不顾脚下满地的秘密 蝴蝶为了他的伴侣 在面对比自己大几千倍的敌人时 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 为他赢得了 和伴侣厮守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静静地不受任何打扰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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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